好 在電腦轉換的時候 我們這個 好了 再一次鼓掌 歡迎孫英珠 孫老師 可以啊 可以嗎 對 可以 這個是 forward 然後這個是 backward 啊 pointer 最大的 pointer 啊 pointer forward backward OK 好像 首先謝謝陳老師 然後 讓我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晶體學在大分子的這個研究 OK 我是清華大學生科系孫英珠 我在我開始我的talk之前 我還要繼續這個網語王老師的這個講 其實王老師的所有的study 其實就是台灣的一部X光的歷史 真的 王老師他 我們都是 彭老師跟王老師 我跟我先生都是他們的學生 所以 彭老師跟王老師他們所做的研究 其實就是台灣的一部X光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歷史 那而且王老師 因為 我先說一些其他的啦 先說一些其他的啦 就是 我們在這個國際的這個會議當中啊 那我們這個chismography就是結晶學 是很難得有一個正式的會集 OK 那這個正式會集 是我們是會員的 都是因為王老師 王與王老師所爭取來的 所以這是 我們少有的一個 國際的這個會集 有真正這個正式的會集 就是國際結晶學會的一員 所以 王老師跟彭老師在這個領域的 貢獻 對不對 這個是跟我們切身關係很有關係的 Dawson當然也是很偉大的啦 但是畢竟還是跟我們有一個距離 OK 那我就接著講 言歸正傳 講到我今天 我就自言的這個王與王老師的這個 部分講到這個 我還是 現在多 這個說一點 X光科學 其實 我很喜歡用這句話來開始我的這個talk 所以他就說 就是說一張圖片 勝過你千言萬語 OK 所以 眼見為憑 X光科學就是這樣的一個科學 OK 你就是眼見為憑 你都不用多說什麼 就讓你看到 那而且呢 一張相片呢 事實上你說 哇一張相片又怎麼呢 其實 一張相片它又有 很多的這個 完整性 idea也罷 想法也罷 證據也罷 完全就在一張 相片裡面呈現給你 OK 而且 visualize 眼見為憑呢 你看到了 我們不做任何的預測 這個我就是 扎扎實實 具體的 呈現在你的眼前 所以你可以在 同時可以吸收很多的information 很多的這個數據 很快速 而且很完整 就在我們這個 X光科學裡面 絕對給你看得到 好 那我這個部分呢 是大分子 其實我是不太喜歡 大分子這個字 我比較喜歡用生物分子 OK 因為大跟小 很難定義啦 不過我還是用力給它定義一下 就是說 大呢 像剛剛王老師所 討論的那些呢 我們的呢 原子數 大概都比 這個有機無機的分子要 多個這個 100倍 那分子量也是 我們都是在數千 原子數 也都是在數百數千 甚至於數千 所以呢 這個大概是真的是有比較大 那生物分子裡面呢 當然就除了 不是除了 蛋白質啦 核酸啦 糖分子 但是呢 重要的 主要的呢 大概都是蛋白質 因為你等一下就了解說為什麼 現在的這個 諾貝爾得主啊 通常是 就是在這邊努力的做 那 我這個為了來上這堂課啦 我就去 網路上找找有沒有什麼有趣的啊 Information 那我就發現了這個英國的一個報 英國的一個 這個調查 在普羅大眾 普羅大眾來問一下說 這個你認為呢這個 世界上的這個 科學的發展 你最覺得最 最重要或最你知道了 最重要 第一名就是什麼呢 就是X光基的發現 也就是X光源的被 被發現 第二名是什麼呢 就是抗生素的被發現 第三名是什麼呢 就是DNA 雙骨螺旋結構被決定 所以 Top3 前三名 都在我們這個科學裡面 所以 讓我 魚有容顏 OK 當然也很興奮 因為自己在這個領域 前人做了這麼多 這麼好 電力這麼 扎實的 這個 基礎 我們當然也要再努力啦 那當然剛剛 這個王老師也講了 這些 諾貝爾科學 X光科學 諾貝爾講 好像就是為X光科學設立啦 當然就是有點誇張 真的是有這麼一個味道 王老師已經列了很多的這個得主 那這個是我從Google去年底 在這邊看的時候就 Google也 也有這張圖 就是 在11月8號那一張他的那個網頁 就說今天是 X光 發現了115週年 紀念日 所以這個科學已經百年了 已經115歲了 所以你就想到這個 這個科學真是歷久不衰呀 今年2009年的 Kamp Street 諾貝爾講還是這個領域 所以真是歷久不衰的 一門學問 那這個 當然這個我就要講到大份子啦 大份子就一定要講到他 Wasson 這個Kriek 1962年的這個 偉大的發現 開啟了這個另外一扇窗 OK 所以這個6年的這個 這個諾貝爾醫學獎呢 就是這三位 這個 偉大科學家 所這個 確認 他們確認了什麼 他們發現了什麼 就說 有一個分子啊 就DNA DNA分子為什麼說有 這麼偉大 這麼偉大的一個分子嗎 因為它DNA的分子 它就是生命的泉源 生命的基礎 所以當然它就有關鍵性的這個 位置 那他們就說 這個 他們就發現說 這個分子呢 就利用了這X光繞射的方法呢 就決定了 它其實 真是這個 上天的傑作 它就是非常 簡單 簡單就是美 美就是簡單 它就是兩股螺旋 然後怎麼樣 互相的互在一起 其實這種結構 螺旋裡結構 其實你在這個 這個 很多地方你都會看到 比如說看那個 貝殼也有螺旋的 然後你在咖啡廳裡面有螺旋梯啊 等等 所以這個結構 它為什麼要這樣 它有它的道理 它有它的道理 因為自然界它要 它要減少它的空間 它要把空間完全利用 因為你不可能無限延伸 無限的這樣 延展 所以自然界就是 這麼的美 上天就把這個 這個 天的分子 就做了這樣的一個 這個 百密而無疏的 這個 配對 它就這樣的 連接成這樣一個 雙骨螺旋 那這個 我們就是 1962年 這個諾貝殼講的得主以後 我們就可以 可以從原子的層次 來看生命的關鍵 你可以把生命的關鍵看得 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 因為你已經來到了原子的層次 你可以 你已經來到了這個原子的層次 OK 那這個是 這張圖是 蠻好的 看到 他們以前做的模型 比人還大 現在是 現在都是 所在的電腦裡面 很不真實 這個是非常真實 非常真實 真實的一個 一個 picture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Watson Watson真是 看起來就是 很聰明的樣子 Watson就是 看起來就是 鬼靈精的樣子 Anyway 所以 這是 Watson 他事實上是一個 生物學家 那 Watson 他事實上是一個 生物學家 所以科學就是要這樣 我們要 結長不斷 要互相來 integrate 互相刺激 然後才能 締造一個 這樣 歷史性的 時刻 那要講到這個 就是 我一定就要講到這個 雖然也很偉大 但是也沒得諾貝爾獎 但是我相信 她的貢獻在 這一個 X光的這個領域是 眾人所 截肢的 一位女性的 科學家 她就叫 Rosaline Rosaline Franke 所以這張圖 就是 第一張的 X光繞色的圖 它就像一個打叉 打叉的形狀 那為什麼會是 像一個打叉 就像X 難道是因為 X光擊打出 就是X嗎 好 當然不是的啦 這個是跟 它分子的 這個 構型有關 OK 這是 也是X 所有的這個 難道都是要這樣 X嗎 沒有圈的嗎 好 Actually 不是這樣的啦 那 講到這個 因為 這個主題是 女性科學家啦 我一定要 把它來說一說 介紹給大家 我就用 這個 其實這個 Frankine 她就是一個 DNA雙骨螺旋 發現歷史過程中的 第一女主角 而且是 唯一女主角 唯一女主角 OK 那 好 那我就來說說 她出生於倫敦 OK 那她在劍橋 她的主修是 Biochem 物理生化 物理化學 Sorry 物理化學 那接著呢 她在巴黎做研究 OK 巴黎做研究呢 又回到英國來 OK 那這個時候 她才真正的 參與這個 DNA的這個 實驗的這個研究 那這個 那個 那當然你在這個實驗室 不只只有她啦 還有別的 別的 這個實驗室的同仁 那中間 這個 Winkins 所以以後 然後還有我要介紹這個研究生 所以研究生非常重要 這個DNA的 Crystal是這個 這個 這個Goslin 所 所 所準備 所得到 好 那 Franquins只是來 Analy 來分析這個數據 所以 所有的成功都後面都是有很多的 這個 人的貢獻 所以其實這個DNA 是這個 Goslin這個研究生 所 所得到 OK 那 OK 那她 開始就是得到這個 A-Phone 那但是在這個 這個當下 另外一頭 這個Wasson 也來到英國 也來到英國 Wasson也畢業啦 那就 來英國 在Break的形式 也做研究 所以她就來到這裡來 來 那Soul Creek也在 這邊 所以她在這個時候呢 Franquins也自己做 AA ADNA做做 收數據啦 Analy 分析她的數據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Wasson跟 Kraig呢 也就在英國相遇了 他們兩個是 BuddyBuddy 兩個是 所以 也 也討論了 剛剛 看了嘛 Break 這些都是很大 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當然X光發現 大家都想利用這個 Tour啊 這個工具啊 這個光源啊 這個方法 那大家就都 不是只有Franquins 很多實驗室都跳進去做這樣研究 好啦 那 接著呢 Franquins又得到B分了 就是那個打擦的圖 只是不同的打擦方式 那 就得到這些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繞色點啦 繞色的結果 那 這個時候呢 Powin實驗室 另外一個大實驗室 也做著 OK 那Kreak呢 因為大家等於算是同行啦 同行難免就在這個會議當中啦 或怎麼樣 總是會有 交談啦 會是會發 有些 這個 會議啦 你總是會 想 但是那個時代 就剛剛 王老師也講 女性科學家是 其實當Franquins的時候也是這樣 很少女性科學家 所以他也不是 那麼受尊重 好 那周遭就是 這些 我剛忘記講了 Watson就是第一男主角 所以全部 很多還有第2男主角 第3 Kreak 這些男主角 都出現 都出現 都參與這個研究 那大家就會討論啦 會看啦 那這個Franquins 他可能是那種紮實自己做實驗的 這種 科學家 好 那可能其他的這個 我是 我只是猜測啦 不過反正就是 這個 Pauline的兒子 Peter 就把他爸爸實驗室的數據 拿去給Watson看一下 你看看我們做的 這樣 你覺得如何啦啦啦啦 那在Winkins Winkins Winkins就是 Franquins他們實驗室的人 也把這個 Franquins的這個 Data拿去 問一下Watson 所以Watson都看到這些東西 不只耶 這個 Franquins的這個老闆 Pers 也把 Franquins的這個Data Watson的Data Watson的Data 拿給這個 Quick看 所以Watson跟 Quick 擁有所有 Franquins的Data 這樣 OK 所以在這個 當下當然 那Watson是一個 生物學家 好 那Quick是一個物理學家 那他們又有了 Franquins所有的數據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當然 他們就發表了 這樣的一個 舉世 震驚的一個報導 在Nature這個 這個自然科學雜誌 裡面這個新聞就被報導了 那就 當然 當然他們 當然 就是有人說 他們也沒有對Franquins 有很好的 Acknowledgement 等等 就是 感謝這個 那 他說他只是 用他的數據來 啟發他們而已 等等 所以呢 那 又不幸的 58年 這個Franquins 就是一年早逝 一年早逝 才37歲 所以 活著真好 OK 這個諾貝爾獎是永遠不發給 這個 過世的人 所以 真的要珍惜 自己的生命 OK 所以 這個 大概就是 這個 DNA雙骨螺旋 發現的整個 整個過程 還有這個第一女主角 希望大家都記住 這個 打擦了這張圖 是出自 這樣一個 傑出的 女性的 科學家 OK 那劉爾年當然 他們就得了這個 醫學獎 瓦森 還有這個 瓦森 這個瓦森 去年有來到臺灣 還是 一副 這個 精密旺盛的 瓦森 那現在他也 有這個 瓦森 他還 退而不休 對 退而不休 接著呢 我們就慢慢走進這個大分子 也就是生物分子這個領域 88年 這一個 光合作用 反應中心 又有一個 諾貝爾獎 這是德國人 那這個 戴森哈佛 戴森哈佛 去年也 去年也來台大 台灣大學也請他 來 當這個 講座教授 當時為了他 我們在 這個 台灣 經濟學裡面也 因為他的 主要貢獻就是磨蛋白 他的磨蛋白 磨蛋白的這個 我就不仔細說磨蛋白是怎麼樣 不過反正就是 很重要的一個 領域 這個方法 那接著03年 越來越靠近我們啦 03年 這個 這個化學獎 有頒給了這個 Pieter Agui 跟這個 Makino 他們兩個 就是研究磨蛋白的 也是用這個方法 也是用這個方法 只是主題不一樣而已 所以這個研究這個水分子 跟離子 如何通過這個磨 這個磨就很像你的門 比如說我們這個教室要進出 你一定要通過這個門 現在門關起來了 閒雜人等不能進來 等一下 結束了就 離開 所以磨蛋白 就是擔任這種角色 就像這個GAT 一個門 好 那 接著的這個 06年的得主呢 這個 彭文是用一樣的 我不能說一樣 其實上是一樣的方法 然後他是用在這個 增核轉入分子基礎的 這個研究 又得了一個 諾貝爾獎 這個 Rogel Comber 那他在 09年 也到台灣 來給 演講 給演講 那這些分子 我就 強述這邊 這個分子 你們看了就知道 這個非常複雜 因為這個時間有限 我就是秀一個圖 這裡面也有DNA 有RNA還有蛋白都在裡面 這是最近的 這位 女性科學家來了 這個 阿達這個Yonaf 他是以色列人 他是以色列人 他明年 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多半就是會來 台灣給演講 所以 這個核糖體 09年 核糖體 這一個是印度的 我不應該說 他是英國人 那一個是美國人 Tom Stein 那這三個都是 這個 都是X光的 我們叫做 捷徑學家 捷徑學家 所以 2009年的 諾貝爾獎 就是 化學諾貝爾獎 就頒給了這三位 這個 傑出的 結晶學家 OK 那這裡 就 應該要打住了 好 那剛剛都說了 這麼前人的 這些偉大的 成果 那我們再來說一說 這個 研究 那我們呢 因為是蛋白分子 我們怎麼 怎麼 我所定的 這個生物分子 我們怎麼從這個電勇 蛋白就是 我們怎麼樣來 來這個 分離醇化 這個我們 我們通常都用 電勇膠來呈現 所以 你呢 一定要在 在這個電勇膠裡面呢 看到他是 又醇 又濃 的一個狀態 就高純度高濃度的一個樣品 OK 那當然 其實我們這個方法 所被 每個方法 都有它的 極限 都有它的極限 我們這個方法極限就在這 你要得到 質量好的晶體 那你就可以平步清雲 就好 你呢 有好的質量的晶體 你一定可以得到好的繞色數據 那 你呢 才能得到這樣的一個 這個最後的這個結果 才可以得到這個 三度空間的這個立體的 結構 所以這個是 我們的 過程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四大步驟 第一個呢 你要得到你這個 高純度高濃度的樣品 第二個呢 你當然要得到晶體啦 這個通常 是我們這個實驗的 RECT limiting step 就是叫做反應 速率決定步驟 只要翻成中文就是 反應速率決定步驟 你能得到好的晶體 你下面就 收數據 現在硬體軟體電腦都非常發達 硬體我們有同步輻射的這個光源的修 這個都沒問題 然後解決相位角的問題 也現在也方法上也很多的突破 很多突破 然後接著電子密度圖 這個就是我們最可愛的一張這個電子密度圖 只要你看到這時候 你就可以歡心鼓舞 因為你的結構就在眼前 你的結構就在你的眼前 那最後就是精算 所有的 所有的科學都是要經過一個精算 好 那我們說說蛋白的晶體 這些晶體呢 有什麼金屬晶體 它總是 一個抓著一個 納呢 這個小的 對 sodium sodium的上下左右前後 就是被六個綠 原子所包圍 中間沒有任何人 納跟綠呢 就牢牢的 抓在一起 所以這種晶體 好 就是說這種晶體 比如說這個是納 你把它丟下去 走開 撿起來 還是納晶體 sodium chloride的晶體 但是蛋白的晶體 千萬不可以這樣做 蛋白的晶體 非常的脆弱 你不可以把它放下去 馬上瓦解 所以那為什麼蛋白的晶體 這麼嬌貴呢 這麼脆弱呢 這麼易碎呢 當然有它的道理啦 因為蛋白的分子量大 你整個 所有的這個 分子量大了以後就難掌控了 它分子跟分子之間的作用力很弱 很弱 OK 什麼叫弱呢 就是用一些清劍 凡德瓦麗 這些劍結 所以弱 OK 所以它大 作用力弱 然後呢 還有一個 第 還有一個 第2者 水分子 所以水分子的參與 可愛又可恨 因為你 你少不了水分子 你不能沒有水分子 但是它又在那裡繳禍 因為水分子它就在那裡動來動去 動來動去 不像我們現在每個原子都乖乖的坐在位置上 所以這樣的 Defraction一定 但是它在這個走道裡面呢 就有一些人沒位子的 在那邊走來走去 那個就是水分子 所以就是因為水分子的參與 就把這個蛋白晶體搞得 又容易碎又很難 很難 很難處理就對了 所以水分子的必要性 蛋白質有彈性 我們用的蛋白分子都有活性 它不是像這個 有機無機的分子它比較 固定 比較固定 它是可以有一點 這個彈性的 事實上這些彈性可能就是跟它的功能有關 OK 那我們用的蛋白分子 它一定是要有活性的 沒有活性的蛋白分子 是不在我們這個領域討論 剛剛所有說的蛋白分子 都是要 一個先決條件 它有它的生物功能存在 OK 好 那 穩定這些蛋白分子的力量 就是這些 這些呢 通通是虛線 通通虛線 除了雙流腱 所以虛線的意思就是 這個腱節力弱 所以這些力量 都在裡面 來幹嘛呢 來 擔任穩定的工作 所以它這些力量呢就是 蠻弱 比較弱 所以讓這個蛋白晶體比較難掌控 好那我們就看看晶體 這顆晶體呢 就是你在顯微鏡看到的 你看到的是這樣 事實上是這樣 是裡面有大概呢 多少個 大概 我們所有的晶體 跟這個 有機無積分子的晶體 就是小多了 我們都是在 小於 一個毫米 一個millimeter 好那你沒有感覺 那我就告訴你說 蛋白的晶體 通常就跟你吃的 芝麻 你有吃過芝麻 比芝麻還小 大概它五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 或七分之一 或八分之一 或十分之一 的芝麻粒 這樣大小的一個晶體 可是它裡面多少分子你知道嗎 裡面這些 我這邊隨便畫一畫 可能是 可是 一個分子可能是分子量是好幾千的 有多少這樣的一個一個分子呢 都是10的 至少15次方以上 這麼多的分子 塞在 那一顆小小的晶體裡面 所以你就想到 雖然很小 它裡面 世界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晶體呢 這個晶體我們 不要擔心說它裡面有 10的 10幾20個 這麼多的分子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有這一套科學 就叫做結晶學 我們可以把它一直化繭 一直化繭 化繭到什麼呢 只有它 只有 Only one 只有一個分子 只有一個分子 所以這一套怎麼 推推推推到這樣的一個 反推 推推推推 這個呢就像你蓋房子一樣 沒有很多磚啊 一直堆堆堆 可是每個磚都長得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要看 那一顆磚 那一個磚 裡面的分子 怎麼排隊就可以了 所以 所以說 聽起來是 你看 這麼小的一個東西 裡面要塞 這麼多的分子 根本搞不清楚 它裡面怎麼回事 但是 X光科學 就可以告訴你 一清二楚 所以呢我們經由這些 科學 這些結晶學的原理 就可以 把它化繭 你只要了解一個就好了 好吧 好 那 這個都是蛋白晶體 這都是幼醜 但是 看到這樣的晶體 我們就很興奮了 就已經很興奮了 它可以長得像這個 症狀的啦 像一個 小沙子 這樣 Polico的啦 還有像 像長霉的樣子啦 等等這些 都是蛋白的晶體 當然這些晶體 都沒辦法用 都沒辦法在這個方法上利用 這些 都沒辦法用 我們這個科學是 一顆晶體 所以 我們要的是 這樣的晶體 好 你看每個切面都是 有靈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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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一顆粒粒分明 苛刻 剔透 晶瑩 璀璨 剛剛Introduction的時候 這個 探索 這個 課程的 這個 璀璨 真的是用這兩個字來 形容這樣的晶體 比鑽石還美 還美 還無價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的晶體 那你說 誒 剛剛 這個 王老師 秀了很多什麼 這個 劉酸新的晶體啊 你看都 有紅的啊 綠的啊 還有這個 這個 竹母粒啊 等等 那你說 那請問 或許這個留下來等一下 搞不好沒人想問 那我就先把這個問題 好就是為什麼晶體會有顏色 這個跟 啊這些顏色是假的 OK 是假的我們用了偏光鏡 所以它是應該是透明無色 OK透明無色的 這只是我們家的偏光鏡 好 當然都想把最美 的東西呈現給 讀者 但是有例外 像你用血紅素蛋白 那就是 紅透透的 一顆晶體 或者是你是用了 綠色 螢光蛋白 它就是 像竹母粒一樣 那麼綠 OK 否則 一般的蛋白晶體 是應該是 透明無色 除非它裡面有 什麼金屬原子 OK 才會有顏色 那我們就說說 那你說這蛋白晶體 很難長很難長 那到底怎麼長的啊 好 那 其實說穿了也沒什麼 精深的這個這個 深奧的這個這個 原理 就是吸出 但是 你讓它過飽和 讓它吸出 但是因為 蛋白的分子都不對稱 所以你很難掌控它 很不對稱 所以怎麼辦 你就要給它一個時間 跟一個空間 讓它在 非常舒適 非常這個 這個 給它一個時間跟空間 讓它 一個一個一個的堆疊 或者四個 八個 十六個 一直這樣堆疊 雖然你剛剛不是說要 十幾次方個嗎 但是呢 我們當然總是要 Push一下啦 所以呢 我們就用這個 總要給它一些 外力 我們就用叫做沉澱劑 給它推它一把 那你呢 就會 經過幾個這個 過程啦 總是我們要細看一下過程 那你就是從這樣 這樣伏伏前進 你就到過飽和的狀態 但是你要讓這個 過程 非常的 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這個 緩和 讓它 讓它 可以擺好 它的位置 像你這個每個桌子 每個椅子不是都長的 都一樣 這個是人家有用外力 把它固定 等等 所以 其實結晶就是這樣而已 只是一個吸出 當然你的蛋白要高程度 高濃度 你這個過程才能做得好 好 那成長呢 當然有些因素啦 總是過程就是會有一些因素啦 有化學的因素 有物理的因素 還有你蛋白 樣品本身的因素 這些因素 就造成你能不能得到 這個 解析度好的晶體 繞色好的晶體 那這裡我就都 不 詳述了 蛋白結晶的方法 其實真的是 我就說兩大方法 這個是兩個代表性的方法 一個就叫懸吊式的 懸吊式就把它吊在那裡 就在這 這個就是你的樣品 S就是sample啦 那還有一個R 我們叫Raseval 就是 母義 就是你 你給他的外力就對了 好吧 那有一種就是 Sitting Drop 就是這個 坐著的 有沒有 這就是你的sample 那這個是你的母義 這個R這邊 但是這所有的方法都有一個原則 他就是用蒸氣擴散 那你要擴散怎麼樣 所以你是一個密閉系統 一定是一個closed System 就是一定是一個密閉系統 你才好揮發蒸發等等 那你呢 反正 原理就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體積變小 它濃度就增加啦 然後他就吸出 在理論上是這樣說啦 這個理論都 都對的 通通對的理論 那所以這是兩大方法 就懸吊式跟這個 Sitting Drop的方法 好 那我再用這個 一步一步來 就是說你呢 開始呢 就取你的母義啦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R 就是你的 外力 就是你的沉澱劑溶液 OK 沉澱劑溶液 你就把它取出啦 然後 黃色的就是你的 protein sample 就是你的 蛋白的樣品啊 你可要1比1 混合 好 所以你剛剛這裡講的濃度是 20% 隨便 你這邊呢 因為1比1混合 那你不一定1比1 OK 你可以1比3 3比2 都有所謂 反正就是混合以後 你就那你這邊的 這邊的這個 外力就是這個沉澱劑的這個 濃度當然就比這個 低啦 這樣才好慢慢 等於說 讓它從一個低濃度一直把推推推 推到高濃度 然後你呢把它翻過來蓋起來 翻過來把它蓋起來 就會形成一個 Closed system 然後你就這樣 你看 它這個小水滴 就變小啦 因為揮發蒸發 所以它 有些水就跑下去了 因為你這不成比例嘛 我們通常都是1比500啦 或1比200 或1比1000 都可以的 就有一個 有一個比例 所以它變小了 然後你就 在那邊等吧 每天給它觀察 就每天又觀察 你最後 你看 一天一天看 每天去看一下 像那個 然後或者 過一陣就每個禮拜看 我們也有晶體 是要好幾個月才長出來的 OK 很難 很難這個長 好那就給大家看看 那在過程 你可能會看到這些 很這個 很失敗的 很失敗的 但是你要修正 修正 再修正 這都是失敗的 然後 什麼沉澱的過程 因為你就是 你的外力太強了 他就全 我講過你要給他一個 時間跟一個空間 讓他在一個很 Gender 很這個 很舒適的環境 來 packing 然後你就會 可能看到這個 Microcrystal 你就很興奮啦 你就一定 我的一個箭頭 就是一個修正 一個修正 你要修正很多的音質 最後你就是 你就會得到你的晶體 只要你的晶體 只要你的 sample 是可以這個純度高的 好 我們現在也有這個叫自動化 長晶體 它一長就是數千個 我剛剛是一個一個嗎 這個一盤一盤就可以 96個位 一次就長個 數百 一盤就是100個 等等 那這個量呢 也都是 被被被 因為我們蛋白 的樣品非常珍貴的 因為蛋白的這個 我都沒有講到前面 前製作業 前製作業蛋白 樣品得到是非常辛苦 所以我們都 非常珍貴的 所以 量的越少 所以量的越少 使用越好 這樣我們才有 可以 多出來一些 Condition 那你怎麼知道它是蛋白晶體 還是 還是這個 我說 到這個 大分子裡面 lesson one就是 一定要先長出 鹽巴的晶體 你才會長出 蛋白的晶體 因為我剛剛講過 水分子的可恨跟可愛 這個時候呢 就是因為蛋白的分子 它裡面有 很多的這個 融 融劑的空間 叫 Solven的部分 融劑 的 通常 都50% 加減 所以你看到晶體這麼大 裡面有50%的是水 是水 水分子 所以那水分子呢 你就 但是 有機無機的分子 沒有 裡面沒有這麼多水 所以它最大的差異就在這樣 所以水能載舟也能復舟 OK 所以水分子呢 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利用水分子 它有的水的錢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染劑呀 去染一染 看它 所以就會有這樣什麼 綠的 藍的 美美的 所以可以用一些帶 染劑來染它 這樣呢 多半是一個蛋白晶體 因為我不可能說X光基都在你們家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有一些 簡單的測試法 那這個是一個晶體 這個是只有一個millimeter 這個我本人 有 有看過那個 這個是一個millimeter 這個是 非常非常非常少見的 這麼大的蛋白晶體 那我們 蛋白晶體因為我們剛剛講過它非常的脆弱 所以 你是碰不得 摸不得 那你怎麼辦呢 你總是要收數據呀 所以呢 就又有寫很多的方法 那這個呢 我只是想秀給大家看 就是說你呢 就像你在 夜市啊 在撈魚 我們就有一個那個撈魚的那種 的類似的工具 幫你撈晶體 我們手 通通不 touch到 不摸這個晶體 OK 那這個對稱性 剛剛是 王老師已經講過 我只是 把這個蛋白 就是說這個一個分子啊 它是一個 Cytochine的一個分子 就像一個一個塞進去 不是 天衝進去 到晶體裡面 所以呢 你看到了就是這顆晶體 這顆晶體裡面有10的 大概15 四方 這麼多分子 OK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個 抑制酶 這個 Tripsin Inhibitor 所以你也可以看 它本來就只有一個 其實它就是一個 你只要 搞清楚這一個就好了 因為它N個都是等於1 1等於N N等於1 它就慢慢把它 這個就是我們的晶格 就是那一顆 那一塊磚 就是那一塊磚裡面 它有4個分子 有很多磚 你才能堆疊出 你這個晶體越來越大 好 那 OK 這個 這個我就 因為時間關係 這個4個層次 好 我來秀一下 不是 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 實驗室自己做的 所以這個可以 可以找沒有關係 這個圖啊 就是分子的 這個電子密度圖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圖 我們就是無比的興奮 好 無比的興奮 那呢 分子在哪裡呢 在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雙元體 有兩個 蛋白分子在這邊 那你說那黑黑的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50%的水 水就在這黑黑的 因為水就在那 扭來扭去 游來游去 所以 這種分子呢 它不會形成繞射的 因為它沒有固定的位置 就像一個 背景值 但是它會把你其他的分子搞混啦 搞亂啦 搞不好啊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蛋白分子的這樣 這個 我們來鎖進去看一下 這個分子 我只看一個分子 就是這樣 我就是把它 我說這邊有電子密度圖 我就這樣把它一個串起來 一個 我就把它整個 串成這樣一個 很簡單 四根螺旋的 這樣的一個 好像這個 這個我們那個 幼稚園在用那個 零零 那個叫 什麼零 一個一個樂器 好 所以呢 我們的過程就是 你現在得到電子密度圖 這個 What you see 一定要先看到 我講過 眼見為平 你看到以後 你就想 這個好像是這個 這個 若鞍酸 它好像是 主鞍酸 You sitting Tarocin 然後你就把這個分子就放進 你看 放得真好 所以呢 我們最後就等於 What you got What you get 所以這個 這個 氨基酸跟它的電子密度 你看配得多好 好 那當然這個就是 這個結構 所以我們的數據在哪 在這裡 Oh sorry 我們的數據在哪 就在這裡 電子密度圖 所以我們不做任何的預測 我們就是眼見為平 這個只是講一下解析度 因為常常都會 什麼2i 3i 幾i 這個解析度就你看 每個環的這個 在1.2i 因為剛剛 我們要承認我們蛋白晶體的 解析度是遠遠遠遠低於 小分子的解析度 所以我們通常在2i就已經很happy了 都在2i happy 那像王老師他們剛剛講的 都要比這個還要往下 解析度都不在 所以這個我們事實上是在不同的 不同的 這個level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到 惡安爽的就已經 已經非常happy 這樣的一個解析度 那例子呢 當然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這個 DNA的 逼縫的DNA的這個 打叉的這個 Deflection pattern 所以我們從這個patter 我們可以把它 一層一層的 這個就是那個螺旋的 螺旋的就像你螺旋梯 那一階 一階 又一階 然後你 旋轉 你就 回到這邊 又repeat 重複重複 再重複 所以這個分子 它本身就有重複性 所以呢這樣一個簡單的ex 但是 這種pattern 在蛋白是不會出現的 因為 蛋白的分子 我剛剛前面 修了很多蛋白分子 它沒有一個像直線 這種東西 只有在直線的 像你像纖維的 分子 它會形成打叉 這樣的一個 形狀 但是對蛋白的分子 從來沒有任何的pattern 沒有固定的 這個繞射圖就對了 好不好 沒有固定的繞射圖 所以你現在這個繞射圖 你也不用怕 你射出來你拿給任何人看 都看不懂的 所以不像以前這個 X型 一看就被人家洞悉了 這個是 這個 Dolsey 我就是 剛剛 王老師提過 他的 貢獻在胰島樹這裡 不是 他的 比較有名的這個胰島樹 其實事實上他前面做了已經 很多很多的工作 比如 這個青霉樹 抗生樹 還有這個 B12的研究 那這個胰島樹呢 我們就來說一說這個胰島樹 這個 事實上那時候大陸 也在做這個結構 所以就是 那時候比較封閉吧 所以 並沒有得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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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世界上還是有 有這個 給他們一些虧底 就是給他們一些 一些 榮譽 那這個 胰島樹 大分 這個是 這個 這個晶體 我是 我找不到這個比較原始 可能 這個 他們是在NASA 就是在那個太空漲晶體 這個 美國德州 他們有一批 有 在那個泰國總署 有一個人在空 這個 太空漲晶體 那這是胰島樹的這個 分子 那 可以看到他事實上這個是算一個很小一小的蛋白 他有AB chain 他有兩個分子 這個地方他有雙流腱 有分子間 跟分子內 兩種 雙流腱 因為 事實上是這樣 像這種蛋白分子 因為他很小 他通常裡面需要一些力量 需要雙流腱 所以記得 只要是小蛋白 他裡面通常都會有雙流腱 否則他沒辦法穩定存在 所以這種小蛋白 你跟他很小才50幾個氨基酸 這個AB chain 所以他裡面有雙流腱的結合 大概是 這個 這張 這個是 那我們這些 所有這些 這個 X-ray X光割血的 運用 事實上 就在 這個 可以運用到 很大的 這個 藥物開發 在美國很多的藥廠 都需要這樣的專業人士 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完全掌控這個分子的 位置 這個 分子裡面 所有原子的相對位置 所以你 你再也不會瞎這麼想 你完全掌控這個分子 所以這樣的分子你就可以知道怎麼樣來設計它 怎麼樣來 設計你的藥物 因為你知道 你的 你的 結合區在哪 功能區在哪 其他都不太重要啦 重要了 就是知道 就是主角在哪裡 最重要的位置在哪 所以這個領域 最 實質的應用 應該就是在 這個醫學跟藥物開發上 所有的這個藥廠 都需要 這一個 專業的 因為 我們有 我們叫做Structural Based Drug Design 就是 結構基礎 在結構的基礎上來設計 那你是 有所本 有所本 有所本你才能 才能致命 才能知道說哪裡是key 才能知道是哪裡是重要的位置 OK 這個應該就是我最後 還有一張這個 Slide 就說 有他科學從此就不一樣 一樣 有你們 科學也會不一樣 OK 那我今天就stop在這裡 謝謝各位 第一個是由這個 石副同學 來 提問問題 整個問題 好兩位教授好 首先我有 我要先聲明我兩位 兩個問題都要分別 請問兩位教授 第一個是 請問王瑜教授 您對於半穩定激發態的分子結構研究 有什麼樣的推測 或者是什麼樣研究的期待 那對於這個未知的發現的 這種 未來一定是個大貢獻 您懷抱多少信心 另一個請問 孫玉珠教授 您在生物科學中的熱情 是從哪邊來的呢 是又何而生 又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你投身進入科學的 生物科學的境界 謝謝大家 好第一個問題 從 王老師開始了 其實我今天沒有講 半穩 態 就是metastable 那給你看的 不管是大治安或是什麼 都是 非常穩定的狀況 你才會有一定的層次 不過 如果你的 半穩態 態的狀態 不是像剛剛 孫老師講 像那個水在那邊游的話 你還是有希望 也就是說 第一個 你那個 生命期 Lifetime要夠長 因為 要夠長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說 他 可以是半穩態 狀況 可是 他那些週期性 還要維持 在這種狀況下 你還是可以用結晶學來做 我們是有做一些 當然就是要選擇性的去做 不是每一個 比如說你用光激發 或者是用 熱加熱的時候 很可能你的那個 週期就 就不見了 那就 用 X光是 你要能夠用 X光 這個 結晶學來 解決問題的話 先決條件 就是要有規則性 就是要有規則性 一不規則 就沒 沒 沒救了 那就要想別的辦法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那 那請問在半穩狀態的分子 通常在目前的研究上 有什麼樣的特性 他會跟機態有一點點不同 他說不定 因為你 你 我們雖然說原子固定在那邊 因為你假如學熱力學你知道 只要不在零度K的話 所有東西都是在 在有震動 那你在震動的情況下 他會有 就是說 看起來不是那麼剛啦 你還是有 那個 稍微位移 可是 也就是說我這個 假如說是 納原子位移的話 其他納原子一起跟著位移 那就可以 謝謝宣事 好那孫老師回答 你怎麼樣還那麼有熱情 才這麼大分子 我當然要有熱情啊 對不對 我想說 我覺得很高興啊 你就 Enjoy在你的 你的研究 對不對 你既然 看到電子密度 對啊 我就很興奮 我看到晶體就很興奮 對啊 所以 我覺得這個就是 真的這種愉悅是沒有辦法用任何金錢來 來衡量的 因為那你自己出自你自己的手裡 所以那種Happy 我常跟我的研究生說 這種Happy是任何人 任何其他都沒辦法代替的 所以 你不會覺得你做這樣的事 就是因為你的興趣然後你做你很喜歡做的事情 這樣 我覺得我就是Enjoy這樣 那我想 你都應該去找你 有興趣的 主題去做 那你就會跟我一樣這麼個 就是熱情 沒有任何的 的這個其他的原因 不會要求 研究出來的代價對不對 喔 當然會啊 當然那個 因為我們要有目標 這樣 要我們說我們要有我們的 有夢最美 所以你一定要 這個夢 然後你 才有機會叫你 夢都沒有那個怎麼會come true呢 對不對 所以 對 你可以先進階的夢 所以 當然要 你只要Happy 然後專心去做 一定會成功的 謝謝教授 好 我想就是 做所謂教授做老師 大概就是要 享受這個研究的過程 或享受這個 研究的成果吧 不管女性男性都一樣 第二個 是由這個 中立 內地高中來的 趙邵恩同學的問題 我想請問 那個 晶體 有些有顏色 有些沒有顏色 那他的顏色跟他 分子結構有什麼關係 還有一個 小問題就是 你不是說 要有顏色會比較好看 那你會加偏光劑 那偏光劑會不會影響他的結構 那個 你說結構跟顏色有沒有關係 沒有 沒有實 就是 沒有相對應的關係 那像 如果講像那種珠寶 我剛剛講那個紅寶 紅寶 真正看起來是 氧化鋁 那氧化鋁一定沒顏色 不管你長什麼樣的結構 那個顏色是由於它裡面有 有個 Chromium 的成分在 所以顏色 跟結構本身 沒有直接的關係 倒是看你含什麼東西 會有關係 那偏光劑的 部分 偏光劑基本上不會啦 它只是兩個一個 不會對你的晶體 出任何的傷害 對 讓它比較好觀察嗎 喔不是 就是比較美嘛 我們這個科學就是 一定要美 對啊你看我們呈現了 每個晶體都是美到不行 所以我說我們這個科學 又實在又美 謝謝 謝謝 大概你第一個問題我順便再補充一下 說明一下 就是說 本身一個單獨的分子 有顏色的 然後你 很多個分 在榮譽裡頭 實際上也不會單獨一個分子啦 在榮譽裡頭有很多分子 然後這個分子呢 結晶規則排列以後 通常還是原來的顏色 原來的顏色 那不會改變 那個這個是分子本身有顏色 然後你很多個分子聚集在一起的 規則排列的晶體也是一樣的顏色 另外講的是一些不同的固態裡頭 固態裡頭 紅寶石裡頭 實際上 純的 百分之百純的氧化鋁 就是 紅寶石的結構 只是它含有幾百萬分之 一的這個 各三架 各三架 那就 那個 你看到紅寶石的顏色 實際上是 不純物 不純物 各三架 在結晶格子裡頭 各三架有顏色 所以顯示出這 不純物的顏色 當時你有各種不純物 各種寶石 實際上 實際上 都是 很多都是不純的 過渡金屬 展現出來那個晶體的顏色 那晶體本身是 假如看主結構的時候 是沒有顏色的 那這種方法就可以用掺雜 不同的掺雜比例 就會顯示不同的顏色 基本上結構沒有大的改變 只是不純的東西在裡頭掺雜的顏色 好 再來一個是 曾益勤同學 請他來發問 大分子的 教授好 其實我想請問就是 在我們觀察 蛋白質分子的 立體結構的時候 就不是只是觀察一個 分子的結構嗎 那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培養出很完美的晶體 才能用X光去分析它 其實這個晶跟這個 這個晶體繞射的原理有關 你想想看 我剛剛說 其實 真的就像蓋樓房一樣 它蓋一層 一層 又一層 所以我們 因為這個繞射的訊號非常弱 X光通過的時候 它在這個晶格裡面產生的繞射 那它會產生的一個 坡的 這個 這個 坡的 行徑坡的 路徑差 當這個差 是坡長整數倍的時候 它就會 產生 這個 訊號出來 那這個訊號呢 完全就跟 你假如是一層 你只有兩層 這訊號就薄弱 你假如是十層 那你的訊號就被加成 加成 再加成 所以我們要晶體要越大越好 也就是越多次 一個Layer layer 它的這個 繞射訊號就 一直被加強 所以 是這樣的 不管是大分子或是小分子 我剛剛講就是說 你要承 晶體的基本原則 你就是要有 高度的規則性 沒有規則性 雖然說 我可以 當然你用光譜 什麼是可以測 分子結構 可是你要利用結晶學 的原理的話 它基本上 就是一定要有 高規則性 沒有高規則性 X光就 沒有 沒有什麼用處 這個就是科普以後 我們講的用 X光用短波長的去看結構 這個 敘述裡頭 實際上包含兩個 他們的投影片都有 第一個是看到 繞射圖形 繞射圖形然後再經過 所謂數學的轉換 叫做複率的轉換 數學的轉換得到 所謂的 電子密度圖 那 這個 所謂的繞射的時候 就要是 要有 很強的 建設性 干涉 就是你要單縫繞射的時候 你的繞射 強度才會強 所以這個 規則的單縫 所以這個 之間的 主要就是一個 數學關係啦 要有 規則的 這個 點光源的時候 你才會在 某些方向 有很強的 繞射點 這個就是 這個 可能你學學這個繞射啊 學學這個 複率的轉換啊 大概就會懂這個東西 好 最後一個是 王德偉同學 問的 我想請問孫老師 就是 剛剛我們有講到 電子密度圖跟 分子結構模型 那請問這兩 可以現在用這兩個方式來解析出 蛋白質的一級結構嗎 或者還是要搭配其他的方式 那二級三級 就是 我們要 主要的話 是 著重點是在 一級結構 我們解的是 三級結構 不是一級 所以一級呢 一級結構就是用這個 序列定序 我們就可以確定 它的一級結構 所以我們今天 所講的 所有都是 三級結構 在第一個胺基酸到最後一個胺基酸 搞不好你們兩個就在隔壁啊 所以那就是三度空間的結構 所以我們今天探討的都是 三度空間 所以是 就像我們那是天涯落筆林 OK 所以你跟它序列是在最後一個 事實上它經過折疊以後搞不好就在你的 附近 應該是這樣 三度空間 我沒有仔細講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X光 用在三級 一級不用 二級也不用 那四級要用什麼 你問我四級 OK 四級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四級怎麼說呢 因為蛋白分子 有時候 一個分子 就搞定 你不用雙元 不用三元 就是不用兩兩 不用三三 或四四八八 不用 因為很多蛋白的分子 一個人是沒辦法做事的 沒辦法進行它的功能 它需要兩個 我們叫雙元體 三個叫 三元體 四個叫四元體 那 那個層次呢 就叫做四級結構 就是 除了一個以外 再多那麼一個 所以有些分子不用啊 像我們知道的血紅素蛋白 它一定要有四級結構 它假如沒有四級結構 它不能做事的 它一定要四個血紅素蛋白 拉在一起 那個時候 它才有功能 你假如一個自己 Hemogobin Malomer 它是沒有的 它一定要四個分子 抓在一起 那個就叫四級結構 不是因為它四個啦 就是 更高一個層次 就是更高一個層次 可是那 四級結構可以從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兩個圖 看出來嗎 Sure 四級結構就是從三級推上去 就是兩個一樣 不一定一樣 推 不是推 OK 我收回我的話 就是說一樣 可以 四級結構沒問題啦 你三級結構了解了四級 只是 它又拉一個層次而已 事實上它是跟三級 就是你 我想說三度空間 從三度空間一樣可以去推 就是可以推演出來 對 那那些輔媒 Colfactor 你說輔媒 輔助的媒 一樣 也可以這樣看 對 所有的 所有分子 所有所有的分子 anything 所有的分子 我剛剛講的三度 我再 講得更清楚一下 三度是哪三度呢 只有三個字 X Y & Z 講得更基礎就是 X Y & Z 那是不是三個 不是 X 也不是 Y 是 X Y & Z 三個 位置 其實 X 光就是告訴你 它三個 就是它的坐標而已呀 X & Y & Z 那你是不是就 鎖定它在哪裡 就像那個定位一樣 所以三度是這樣來的 X Y Z 謝謝老師 好 那 那個 剛才已經有 問的大概都是 問了四個問題 實際上第一個是有兩個問題 也就差不多是五個問題 我們這個 今天這個 問答 是不是就到這裡 還有沒有其他的 OK 好 那我們再一次謝謝兩位 傑出的 女性 結晶學家 今天來報告 這個結晶學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參與 現在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然後我們先請彭旭銘老師為我們抽出兩張 科教館全新人體奧妙展覽的 雙人套票 他們抽啊 OK 一張 然後再 好 我抽了兩張出來 OK 對 對 對 一個人是林映 林映 林映 林映成 同學 請貨長的同學到台上 第二個還是沒有名字 我怎麼那麼多沒有名字呢 抽三分之二 來 李欣雅 李欣雅 李欣雅在在在在 好 好 那請王毅老師 王毅老師 然後我們再請王毅老師為我們抽出兩位 可以獲得我們的精美杯墊 OK 進來 都沒有啦 來了 那個什麼 許郭鳳 OK 兩個 來 好 再 然後我們再請孫毅祝老師 我們同樣是抽出兩個精美杯墊的得主 女兒不出來 哈哈哈哈 請各位 請各位幸運的得主稍微留在台上 讓我們大合照一下 請大家 站定來到 請大家合照一下 一 二 三 再來一張 請大家笑一下喔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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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